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谁在说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一家人 要说他们是一家人吧 可是夫妻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要说不是一家人吧 但却过着像一家人的生活 的确是比较的错综复杂 我们先把这个家里的男主人请上来 看看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你好 今年多大年龄啊 五十四 我刚才一上场我就说了 其实你们过的还是像一家人的生活 但是呢 不是 不是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从来是不想离婚的 从来没想过离婚 从来不想过 我不愿意离婚 但事实是 离了 但我不后悔 事实是已经离了 对 离了几年 六年 从来没有想过离婚的人 怎么会突然就离了呢 那么不离不行啊 被离了 被离婚 也算是被迫了 这个外界的力量是来自于哪里 很矛盾的事 很矛盾 一言难尽 可以这么说吧 也就是在您48岁那年您被离婚了 对 实在是太受折磨了 其实这个电话不是他打的 是他儿子打的 儿子特别特别希望你们两个人和好是吗 那当然了 不婚不复婚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结果 那您实话告诉我吧 您这是想和还是不想和呀 还是想过呀 不想过呀 想和不可能和 想和 不可能和 不可能和 对 好 能想就行 来请坐啊 感觉您站在那的时候特别的腼腆 然后又好像不太好意思那种感觉 我没经过想和 我能猜想一下 您干的工作肯定是不是那种跟人打交道的工作 对 是吧 对 就一般是不太容易跟人接触的那种 自己在单位自己搞课题吗 搞课题 对 您是一个科研人员 科研人员 您是做哪方面能告诉我吗 搞材料的 什么已经 物理材料啊 金属材料 金属材料 对 那也算高科技呀 哎呀 什么高科技 我给你介绍一下 幸好你这个有人给你对话 今天胡顿老师也是大学教授 我们搞不了高科技材料 不是这么高科技 因为我现在吧 也没什么事 我是03年我辞职了 不干了 就在家待着 他还买断了 他什么都没有 经常看我们节目吗 都太熟了 都太熟了 不用接 文字号都知道 那您给我介绍一下吧 马建老师 马建老师 我们这还有个邮件老师呢 没有 没有是吗 那马建老师干嘛的呀 马建老师搞了心理学 跟王老师一样 霍律师我知道 霍律师你知道啊 知道 霍律师可没来多久 最近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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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他什么评价 挺好的 挺好的 这可是我们的新专家呀 以前是陈旭的 从您这个如暑家 真可以看出来 您是每天看我们节目 是吧 对 他照说您这看我们节目 看了这么多期 看好几年了 你应该学到了一些 这个处理家庭的问题的 这个能力 知识 怎么这六年前 我觉得我能力挺强的 但是我来之后 都能骂我 为什么呢 我处理问题比较极端 作为我来说呢 我是离婚的 所以我觉得 这婚不该离 离婚就是一种作女 那么我现在观点是什么 我也说了 大伙可能是都骂我 我觉得这丧偶 那算倒霉 离婚的就是在作女 俩人说离婚了 肯定是一方有责任 不管他有没有责任 你既然走在一起了 我就是现在就想 他从这个事中走出来 完了跟儿子有一正常的交往 就是刚才您也意识到说 别人都会骂您 对 我就说说您这 怎么就离了呢 是这样的 这个离三年我们单位改制 改制是双向选择 你也可以带也可以走 双向选择嘛 03年改制一月份呢 我就决定要离开单位 想下海 也不叫下海 因为我自己把 不行的话当顾问 也能挣点钱 也够了 也比上班强 所以当年我就准备 不得的研究所 后来呢 单位呢 这算是找我谈 又不放我 压了我十个月 就不放我 就那我没办法了 03年到10月份 就离开了研究所 这么着方式也失了 那么着也是了 最后都是不行 我想处于干 但是我们是研究所 研究所改制 改制设备 单位不管 房子它搞房地厂 这时候呢 我呢 自己在外面干呢 只缺两个东西 一个是混尿机 一个是真空炉 这两个大器 设备 对 第一步我就自己 先干点事 因为我冰地 所谓有点东西 可是呢 因为他哥呢 弄我们所谓他是 谁他哥 就 我那大舅子 您前妻的 大舅子 哥哥 对 弄你他 在我离开单位 这段时间呢 我媳妇老跟我说 说的 你把这个硬核金 让他干起来 当你混尿可以在他那混 我当时 是我建议的 但是他答应了 因为我对我大舅子 太了解了 我就想啊 就是说 不想跟他合作 因为 我就不把他看成一个 正常的状况 就不可能跟他合作 我就出于准备自己干 为什么觉得他不能合作 那他的人就不能合作 他觉得他不好 但是我 我哥 没有那种感觉 但是他们 在工作中 就是有摩擦 我的东西 我干了二十多年了 像我们这个工业产品 一年多 两年 就没了 为什么呢 都在竞争 竞争很厉害 明白 可是我的东西 我干了二十多年 我还在干 你想为了保全 这个品牌的价值 对 和它的这个品质 对 您就坚持良心从商 对 然后呢 为了他呢 八月二十三号 我终于交给他了 然后我就帮他 十月十几号 我因为他 我挨打了 挨打是什么 因为我帮他 可能印象别的利益 我哥 属于没心没肺 大的咧咧 你的东西交给他是指什么 是你的专利 说的产品 什么都交给他 2003年 马先生所在的研究所 进行转制 原有的部分业务 被马先生的 前大舅哥承包 具备专业技术的 马先生 则面临着自主择业 按照马先生的说法 自己在无偿向前大舅哥 提供了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 并没有获得经济利益 和应有的尊重 因此 马先生拒绝与前大舅哥合作 而大舅哥的企业 则展开了业务经营 这让马先生深感不公 可是 马先生与前大舅哥的纠纷 又是如何影响到 他和前妻的婚姻呢 等于现在这项技术 这个东西在很多的饮料 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是能用到的 必须用这个 因为最开始是90年代的时候 就是咱们喝的牛奶 牛奶的话 夏天一般养天坏了 后来牛奶为什么出现半年不坏的 就是经过军事处理 最开始已经国外的技术弄的 然后咱们慢慢自己发展 发展多了 这东西我已经都交给我 我那大舅哥了 这个问题 你就先听他说吧 你把这项东西交给他 都交给他 其实他是一个 不太懂技术的一个人 然后你把你的技术 放在他厂子里 让他的厂子 有一个生产经营的一个基本 本身他不敢 他是干刚接的 这种东西是我的 结果呢 我那混料东西交给他 也就会了 然后您把这个呢 就转给大舅哥做了 就给他了 他的生意是不是就因此 就蒸蒸日上了 刚才他也人不用他了 找别人打电话 说他生意要干 让他跟我打电话 他不敢 我们找别人了 就是别人打电话 如果是您干 别人就要 对 当他干了 我给的钱还多 混料机在他那 我应该混料吧 不管我混料 我媳妇看不过去了 说他让他混 为天下的混 我去到之后 把药藏下来了 等于我前妻 把帮助他给他回我 我明白了 回到我是实在是没办法了 他这么说 我就没有办法了 前妻 其实是站在大舅哥那边说话了 对 我是说要不然他脑子进水了呢 你说前妻啊 对 而且是什么呀 我大舅哥的媳妇吧 特别回来的事 特回说话 在那儿给他哄 团团团团 我说你就是他 提那一条蛔虫 真的没有头脑 我觉得 基于他这么说 伤我的话 才跟他提出离婚 他跟我闹 回来跟我闹 闹的我是不会离婚的 结婚到06年 他当时干净 他老邦来 后来是不像话了 越来越不像话了 在家里的话 我自己干活吧 老四这为大问题 因为毕竟是他造访 我老左背这儿 就说干不了去了 他没有地方去 他们借助于他的工具 借助于他的设备 我自己干的话 我这就用电动车 那个电机 自己用测试水管的 加达轴承坐 出问题的话 我就想起我前妻 我就恨 肯定是冤枉我的 到后来06年开始 就是越来越来越像话了 我觉得跟我越来越淡漠了 我说你帮忙我行不行 你帮我的话 我能 因为我还有别的事可以做 我说你一礼拜帮我一天 咱多了两千 他说你都帮不了 我说为我爸 你就更不厉确 他哭了 就这跟我交进呗 你不帮我 然后我就提出了20万 就跟我没完没了 就要20万 我说你这样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就没得合适 20万我要的不多 你找谁要20万 提出来 我找我大约 要20万 我跟你说 我要20万 我觉得一点不多 这20万是怎么个由头呢 他就 我帮他挣钱了 我有我的评范标准 我来的时候 我想了 这时候你们专家 肯定骂我狗血喷头 怎么就这些钱 观众都骂我 我明白 所以我一做 做了准备了 为什么 没我的技术都干不了 我肯定不认可 他自己不可能学这东西 这东西在85年的时候 我们单位一个卖 卖到三冬 就说几个字 告诉他 高温的时候 注意点观察 分次的时候降5到10度 就这一招 这句话卖了3万块钱 属于核心技术 对 机密型的是吧 我是交给他了 我是没想要一分钱 就是说我值钱 我要的钱 我有我的道理 在07年 第一次提的20万的时候 传到他们家了 我大约说 我这个年太养红了 他跟我表达的 必须给20万 我明白 等于您还没有 直接找您大舅 跟他谈这事 他一气之下 回到娘家 把这事 当时给娘家人说了 他姑娘说 别这么说 人家要20万 人家有人家道理呢 我说你 你要20万 你讲出那个道理来 然后我说 我要的态度 就是说 其实我帮他干嘛 我没想要一分钱 我给的东西 也没想要一分钱 他这么多钱 挣钱多我高兴 都是大家族的话 他挣了300万 对我有什么坑吃 说我真好说没坏处啊 说我希望能挣钱 所以呢 我没想要一分钱 我提出来 二番说我提 然后他跟我谈 我说他只要 给我赔一条欠 认识了错误 我一分不要 我真是这么想 一分没想要 道理讲明白了 我说我可以 我去给你找他药去 我媳妇说了 原来我当他离婚 那我就急了 我就给轰走了 家里的钥匙 让我把钥匙放下 等于您还没 跟大九哥谈这条件呢 没谈 这媳妇就已经说了 对啊 那我们俩就离婚 对 你把他轰走了 轰走了 其实我觉得啊 现在观点 这个人呢 不能打 对我来说 从来没打过他 我觉得男人打女人 是最没本事的 我没办法 这个对 我憋的 我只能说我轰的 我轰的对不对呢 我没资格 你把他轰哪去啊 轰他 探家的呀 和娘家去了 真好他合适了 到那边 帮忙去了 帮忙去了 车车底底帮忙去了 四十天 过春节都没回来 我们家北京微信 就我一儿 四十天是他空我的 而且让我把钥匙 都交出来了 在这之前的话 有一天是星期五 他上那干活去了 干活之后 我突然发烧 而且挺重的 新伯爷回来了 星期六呢 又走了 我还发了烧 他走了 我已经特深 我儿子当时 星期六回来嘛 我给我大约会儿 媳妇发短信 我让他赶紧回来 愣了 浩子晚上 那是冬天嘛 信息都没藏过去 我儿子发了烧呢 他们都不知道转的信 都不知道告诉他 07年不是说 我给他轰 出去轰回家了嘛 零件十月之后 我已经特深 他的生日 早起 我还没起床呢 开门 走了 我这时候把台中钻了 我说你永远别回来 那时候是 天天就打架了 天天打呀 我说第一退休了 今天又你生日 我还没起床呢 你就跑了 这第二次我轰的 我觉得我没别的办法了 我说呀 你都退休了 在家呀 走到点吃了 他说吃是负担 我说我想吃点热火了 然后我说你要 帮我干点活的话 一粒米帮一天 都多两千 你这活什么干不了 我一气之下 我说现在给我20万 我心里得拿的 他说那就离婚 没离婚之前 天天吵 他不回来光好 过日子了 成天这样的话 我也特难受 我一旦出了问题的话 我在头腾 几天记他身上了 我越想越赌的话 说08年的6月29号 是个礼拜天 我是不会请你 做出决定的 我一旦做出决定 我就不爱改 7月1号 我们就到民进局 到没几分钟就离了 可是那会儿 逼着我那会儿 必须得离了 就得离 这么快的话 那照说他也做好了准备啊 没有 他 我说同意了 咱走吧 他跟掉了魂似的 我发现了 我都解脱了 他都难受 一走路上 掉了魂似的 其实他也不愿意 2008年7月份 在经过几年的争吵后 马先生和程女士 办理了离婚手续 虽然这一决定过于草率 但是在离婚之后 双方却一度不曾往来 心理的差异啊 其中之一就是 女同志呢 经常把这个离婚啊 挂在嘴上 啊我给你离 我给你离 咱俩过不下去 咱离 实在不行就离 天天喊离的 他未必真的想离 但是一旦男同志 下定决心说新凉了 咱就离吧 这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所以您太太那会儿 那个丢了魂似的啊 是他自己老脑 拿这个离婚当枪来攻击你 攻击到这个时候 突然发现 你当真跟他要离了 他傻了 但是我也只能说 是您形容的 太太的状态 也没准啊 没准人家想的是 离婚谁怕谁啊 我看你能怎么着 没准到那儿啊 你就该后悔了 也不排除 你这离了婚以后 相过亲吗 别介绍过 我这上个月 腿烫挺严重的 四天下不了床 真的挺恐惧的 要不我这么说呢 我说离婚是作孽嘛 烫伤了 跟相亲有什么关系啊 刚好 真的需要有一个人 需要有个伴了 对 所以有人照顾照顾你 要不然好 但您没想到说 赶紧去找找前妻 有没有复合的机会 您去找外部 去相亲去了呀 我觉得22年夫妻 说明就没了 我是接受不了的 他是为他哥离婚 我是为他离婚 但实际上 这个甭管是谁为谁离 总之跟这个哥都有关 特累 是吧 对对对 前面描述的 就是您对这个大舅哥 好像是颇有意见啊 那你看 他是为他哥离 那就是妻子向着哥哥嘛 因为前面老表示说 好像就是说 这婚姻到底 咱俩是两狗子 你怎么老向着你哥呀 那你看 他是为他哥离 然后您为他离 您为他离 为什么是为他离呢 就为他向着他哥离 所以总之都跟他哥有关 对 而且我是感觉说 您这个 您妻子这家人 好像娘家团结的够可以的 然后您显得好像是一个 技术进步发明者 然后同时又是 那个 势均力单的 那么一个感觉 不不不 我还不这么看 他们家有五个孩子 我觉得 今天我走的家 我觉得他们家五个孩子 都挺团结的 觉得挺好的 挺好 除了这个最老三 就是说这个 除了这个大舅哥 对 然后就是除了这个人 身体都挺好 都挺好的 对 然后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词 您说 您的前妻脑子进水了 他就是这个 哥哥体内 什么一条蛔虫 要不他们怎么这样呢 我就 我不理解啊 他挺有个性的 就是觉得自己 是一股小力量 人家一大家 不是 倒没有那感觉 没有 那也就是说 你一个人 你企图要抗住 人家这一大家子 没有 没有 他们家几个人吧 除了他这个 这个老三 他这小三哥吧 都相处和鞋 身体上我觉得 都挺好 真的我跟他 那你既然大多数 都挺好 就有一个 不太令你满意的 你就忍了呗 不行 为什么 他给我偷通习 我不偷通习 我私不甘心 你这么较真啊 今天要不是说 咱家的骂我 因为这个离婚 给我赞三 我要十万块钱 讲不出道理来啊 因为你大多数 产生的 没你 我没不了婚 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 要十万块钱 多吗 你是个企业老板 我那什么 你不是那什么 我觉得一点不多 我还 那企业老板 是你大舅哥 又不是你太太 不是你前妻呀 我说管 管他要啊 因为 因为他赞了 我们俩离婚呢 您知道你大舅哥 要那十万块钱 给了吗 给什么给啊 你觉得 关键是你找他 要要的上吗 要不然 其实我不难受 到现在 一年一年再增加 我是 我有我的底线 我是象征性的要 离婚损失 十万块钱 还有以前那个 二十万 一开始 还不是二十万 最开始是两万 完了后来 就到最后 二十万 加那个保质女朋友 三十二万 我说 离婚那天开始 就订了三十二万了 那涨到今天呢 六多万了 离婚离 我觉得啊 我就得让他 负责代价 真的 我算我的道理啊 专家可能骂我 我说他就认了钱 我还真不把他看着钱 这个钱看着钱 之前到我手里 是一张纸 其实在您心里头 这个钱是一天天的 您看他算了六十多万 他算得出来 说明他这几年 心里一直在 二十二万 三十二万 五十万 四十万 六十万 你就是你每年 在给自己这个心里头 加这个码是吗 对啊 我是最底线 就相当性的要多少钱 就是那个利息 没别的 利息是吧 按银行利息算的呀 对啊 那也太高 一年三点零 不高 一年三点零 你敢算不过 一年三点零 两家四十二十五 你算你吧 一年再增加 它利回利啊 这一个事 再一个呢 您是负利 您是负利是吧 对啊 谁知道啥意思 就是就要钱 管我要钱 为什么我不难受呢 我没想他们给我 嗯 所以呢我不难受 但心里每年在那儿涨 对啊 这仇恶一年 一天就在增加 因为毕竟一天是一天伤害嘛 不是 您有没有发现啊 就是您刚才这个 您到底是跟谁较劲呢 其实您说啊 伤害是在一圈圈的增加 我跟他俩都交 生活也是在一圈一圈的增多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 您之前就找着个答案 他不可能给我 对 可能我估计您也知道 从法律上 您也站不住讲 你们俩以后找人家要赔偿金 这个显然是不正确的 我帮助他挣钱了 我说你帮助他挣钱了 人家 人家该正常的给你开支了 对 所以说这先生 我就跟您一句话啊 既然您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个钱他不可能给我 对 然后呢 您就说呢 这钱的是我自己算出来的 您的这个算算什么呢 其实您是自己在折磨自己 你一点也不难受 因为人家最终也给不了您 我也不难受啊 你看我难受吗 我不难受 你不难受吗 你要算这个数呢 没事 好玩呗 这个数着玩 现在我是没有正当的 正当工作 我一礼拜就干一天活就行了 那剩下时间干嘛呀 算数呗 我不是算数 我就为了 谁家的家庭坏了 干嘛活 我都管 我都管休 我担任同事什么的 是吗 我剩下玩了 到公园跟打拖牌相机 离婚之前 这些活动很少 你刚才说的是 我想让他俩男手 这俩是指 大舅哥 我前妻 前妻 可以下这位女士的话筒 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 听到了您的前夫在现场的这番话吗 听到了 他算了这六十多万块钱 您知道吗 这个债 他一直在提 刚开始离婚时候是二十万 现在变成六十多万了 说现在说六十多万还少了呢 一百多万了 说一百多万了 没有没有没有 给您怎么算的呀 这账 给我当损失一万 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他说这个账啊 主要是算在您和您哥哥头上 哎 您怎么想的呀 特别可笑 特别可笑哈 您难受吗 我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您的苦衷是什么 受折磨 受折磨 受谁的折磨 受他的折磨 他有可爱的一面 嗯 也有折磨你那一面 对 哪方面折磨你了 就是关于二十万这个问题 嗯 精神上折磨你了 是的 嗯 你看看 还没叫方可 叫方可就明白了 就心还不死 他可能是看不起我 说我说也是同意离婚 我也是特别痛苦 其实我知道表面上唐笑风生 大家讲着笑半天 我知道说到这个时候 先生的眼睛里其实在闪着一种 没没没 闪着一种光啊 我知道其实在你一个人的时候 有很多的特别难受的时候 比如刚才说脚烫伤了 几天都不能下床 我相信你一个人过的这段日子 一定非常非常的艰苦 挺好的 后来我是打电话给家政 顾小事工 说给我弄点饭 我现在不出回事 人也没人 自己我都自己做饭 蒸一锅馒头 蒸一锅馒头 嗯 在床上 不是 先蒸好 以前蒸的 我就吃 后来我就 一锅馒头要吃几天 那吃三段还不行啊 在烫伤之前 他就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 他就说 有事 要找我有事 后来呢 我找我们同学 我说你给我买的韭菜来 到我们家给我包着饺子来 这很快就过来了嘛 没事 我不觉得难受 不觉得难受 不觉得 嘴巴还硬着 不不不 真的 那为什么去相亲啊 这不是因为过不去了 他觉得要找个伴吗 不是 我现在还心了 我 我去吧 去两次之后 就谈两次之后 我就不想再找 你还是见了两次的 对 然后见了两次 你觉得对方的心态 你觉得都有点 不 有心态好的 有 特别少 我觉得 像这样子吧 我觉得我形象不太好 说能看上我的人 真是百分之一 可是百分之九十八的人 我还看不上 这么好概率的万分之二 真的生活在一起的话 那概率又低了 那算很快啊 那是百分之一 你这么一成了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成百分之一 不是万分之二吗 但是您其实也动了心 实在不行的话 这要付不了 干脆去找一个得了 也得过日子啊 这点 没想多 这人家要嘎巴一下的话 还痛快了呢 如果要是有病的话 再说吧 可是眼见的年龄越来越大 生活上总得有个照顾的 需要人照顾的 不用 不用 我自立能力挺强的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 你心里头在想什么 其实你特别希望 能有机会跟这个前妻 至少沟通沟通 那做梦 做梦 我觉得不太可能 梦中梦到过他吗 我们俩没事 他现在还在你大学哥那干吗 不知道 跟我没关系 你不打听打听啊 不打听 这是他的事 就发现他有男朋友 或者怎么着 有的有吧 有的好啊 有吧 你看他说的那个 好多都是 怎么找就找吧 没关系了 什么呢 就是自尊心特别特别强 非常能理解啊 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 而且知识分子 其实也是需要 自尊心比较强的 是需要一种 就是往下深入啊 这种精神的 所以说他整个的状态呢 给我们感觉 就是说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 知识分子的感觉 那但是呢 也表现出呢 您呢 情商可能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说会让别人 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 会觉得一个是比较刻板 另外一个可能就觉得 他好像什么事无巨细 你眼睛能看到的 怎么都是问题啊 所以可能会这么说他 跟他在一起生活的女人 比较精准 不能出错 出错概率只能 万分之几的毫米的 这个这个插错率范围 没有没有 我回过一次 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欠我的赚 这辈红身 我觉得他真是欠我这辈红身 你认为他欠你什么 他那么回我 把我争成这样的 他不是欠我的吗 他很主管 你跟他认定的东西 刚才不是说你过得挺好的吗 那必定是离婚了吗 就是大家在交流过程中 我就会发现很执 同时他非常执着 而这个执着在很多方面都会体现出来 你比如说 你那个获奖 如果不执着 第一次失败 第二次还失败 如果我们不执着 可能又会放弃 但一定是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后 我们得了奖 那种态度在生活中也会有体现 比如说 你也很认真 说既然是两人要分开 分开那好 最初的20万 后来到32万 您也是每年在想这个事情 因为您很容易投入 而且顺着这条线一直走下去 所以一直在琢磨 那件事情并没有离开您的生活 您说您不在乎 但是呢 这32万到后来 您变成了60万 是这个事情一直在您大脑中 不停的会浮现出来 对 他缺的就是这个方面 他知道怎么回事 他知道我跟他搁着的结 过不了 我们俩不可能 他知道这个 也就是你现在 不是我们俩的事 您跟他好不好 必须建立在 跟他的哥哥这个心结 那么打开 要不是跟人家骂过来 跟他有什么关系 那没他 我们能离婚吗 那我问问这个女士 如果他跟您哥 这个心结没打开的话 您跟他这个关系 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 一步是吗 是的 那我再问您 当年离婚 的确是因为您哥哥是吗 还是说您跟他的感情 就出问题了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 我想可能是离不了婚 是您哥哥 影响了你们俩的婚姻 对吗 导致的离婚 导致的离婚 那您既然知道 是您哥哥导致的离婚 你们俩的感情 没有太大问题 为什么当时 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没有办法 就是 也就是说 您可以放弃 叫自己的家庭 放弃自己的婚姻 放弃您的丈夫 也要去博得 您的哥哥的欢心 不是 那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 我没有 不能正常的生活了 什么意思 就是在离婚之前呀 每天都在打架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因为二十万 也就是说 您先生当时每天都向您提出来 要二十万是吗 对 那他有没有直接去找过您哥哥呢 没有 他就冲着您要 对 让您去找您哥哥要 对 那没有试图跟你哥哥谈一下呢 我没有谈 你为什么不找你哥哥 或者把他叫在一块 你们三个人谈一谈呢 有这个 跟他说过 要再一坐下来谈 他不谈 那不 你错了 没有 我 我 他找我姑去了 我姑完了 跟他说 说把 对吧 把都叫来 你可以叫 你姑说没法谈了 没法谈了 你可以把你 你 你 你信任的人叫的 今天这二十万已经涨到六十多万了 那是不是更没可能了 如果 各位专家觉得 这个有道理 嗯 啊 没问题 您觉得当年找你要那二十万 是真的是要这个钱呢 还是说就要您 偏向他一点那口气啊 但是当时我理解就是 不拿出二十万来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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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 就得黄 就婚姻 您当时就这么理解的是吗 嗯 对 就是 就是必须得拿出二十万来 我跟他姑怎么说 我说你只要认识错误了 我一分不要 他姑知了 嗯 所以 我要求他哥给我赔条线 他姑说他不可能给你赔条线 这做不了一起谈吗 我也想谈呀 谈不了啊 现在就让他哥认个态度 可是他现在 他不认 他现在他哥 他也没在他哥那干的 他也没法说他哥的话呀 已经葬罪结果 谁造谱的 谁承担 脚泡泡是自己走 解铃必须 记铃人 是吗 对 哪怕一句对不起 比起从思想上 根本的给我赔条线 思想上根本的赔条线 那当然 思想上根本的赔条线 怎么是算怎么道歉啊 发自内心的忏悔啊 解问题的话 应该是他们是组织 我现在就是 嗯 被离婚 被人是他们 你把他们解决了 我们就好 那我们就把你妻子请上来 你休息一下啊 谢谢 马先生认为 当初在研究所改制的过程中 前妻过于偏向娘家 情急之下 她才选择离婚 可是这一做法 既没有让前妻转而偏向自己 也没有引起前妻娘家人足够的重视 如今 离婚将近六年 不管是给予二十万 还是赔礼道歉 马先生认为 这些都是前大九哥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前妻的这种说法 程女士又会作何回应呢 按理说 你们俩现在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 法律上已经断开了 照说应该折磨不到您 您也折磨不到他 不 一直就在受着折磨 离婚以后也没脱干系 对 您说说 怎么折磨 这不是离婚以后 一直在打电话 不管是 一开始那种疯狂的那种 可以说是 威胁呀 或者是那个 说一些那种 哎呀 就让你特别不能接受了 他怎么威胁您 所以他跟我这么闹了 他哥犯傻 多大事 我已经付出代价了 我就想着就完了是吧 可是不行 还是没完 还是在纠缠 对 他每次找你纠缠 说辞还是原来的一样 还是这个 还是大酒哥这事 对 离婚 那你们财产怎么协定的当时 房子 我精神出户 你也答应了 答应了 当时就是只有离婚 其实说实话 您的先生一上台上 说他是被动离婚 说到这 我怎么觉得您这像是被动离婚一样 我就是受不了那份折磨 等会 你们俩到底谁在折磨谁 因为前面你先生在这讲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听着 但是他就是他就是一直在这个二十万呀 一直在这个二十万中 因为我要跟他合作啊 因为我们前面老觉得吧 是你老说离婚离婚离婚 然后最后先生终于有一天决定了 那咱就离吧 因为那段时间 就说自己叫被离婚 第一句话就是被离婚 但是也不后悔还怎样 那您也这么说 也是被离婚 都彼此都帮得劲 他刚才在场上说呢 跟您一起去离婚的时候 您就这个心里有很多变化 包括一些行为 很失落 很失落 您当时是这个状态吗 我没有后悔 当时他是什么样子 新高采烈了 可以这么说吧 终于得解放了 翻身浓浓得解放 对对对对 特别得意的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路上您也没劝他 没有没有没有 想想那个场景 您觉得他是通过离婚 这个形式的东西 是在惩罚您呢 还是说通过这个东西 来气你们家里的人 我觉得是跟家里有关系 跟家里有关系 我没有错 他现在觉得 我们家里边 为什么不管 实际上在这里边吧 首先我没跟我们家人说过 我们家里吧 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 没法跟家里人先说这个 只能自己委屈着 其实当时离婚 你心里也是不是很情愿的 对吗 如果不是因为 哥哥这个事弄的 你下不了台 或者说你在中间夹着 很难做的话 你也不会去离那个婚 对不对 你是被逼无奈 没有办法 你们俩没离婚之前 他跟你闹 有可能是因为 他想用这个东西 来引起你们家人的注意 惩罚你们家人 但是当离婚之后 他还这么闹 包括今天 我感觉这里面 不是全是针对你哥哥了 可能他还是想 跟您保持一种关系 这个为孩子的事 讲的要不讲的 要两年没讲 他跟我轰走以后 我不是老在家里住吗 完了 我爸就是那意思 怎么老不回去 回家 我说的 他出差了 其实我就不说 春节他就不去我们家了 后来联系 最近没联系 以前老打电话 过身上打电话 但春节他没去 他刚才讲的是 前一条件是你已经 离家四十多天 没回了 不是给我轰走了吗 轰走了以后 我还是跟我爸说的瞎话 我说的 我说那个 他回老家了 回老家去看那姑姑去了 过年了 你也没跟他打电话 说您好歹的回来 那他给我轰走了 还让我把钥匙给搁家里 我们家没人 北京就我 也就这样的话 一气之下 这里就分开了 对 你们俩离婚以后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你经常过去看他吗 没有 大概多久见一次你 每次都是他 这样 我基本上 没 那当家里人知道 你离婚啥也没要 就这么近身出户的 爸妈 包括哥哥姐姐 没说什么吗 财产问题 谁都没说 我没有错 您觉得他说 这个钱有道理吗 二十万 我觉得没有道理 为什么 在一起合作 两个人 就是合作 合作的 合作的好 可以合作 合作不好 可以不合作 当时合作 有合作的条件 那您跟我说说 当时谈的是什么 第一你可以把你的 你带着你的产品过来 在我这生产 你就是你 你挣你那块的钱 完了我这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求助于 你可以可以给他 就是技术上 可以指导 支持一下 完了这样 也就是不开工资 你在我这 用利用我的 利用我的机器 生产产品 对 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把你的东西 都归在我这 完了我给你开工资 是这样 这两种方法 但是这两种方法 全都行不同 最后他都觉得 他吃亏了 我给他了 不让我干活 毁我呀呢 是谁先提出来 不干的 前夫 对 他当时不干的理由 是什么呢 他就觉得 他吃亏了呗 来先生 您好 你听到的前妻 这么讲了吗 他这个所有干活的东西 一个配件的都是我的 只有炉子 和混淆机是他的 也就是说 他使用的这个设备里头 很多点都是你支持的 是吧 对 我媳妇跟他说了 说你把东西给他 赚钱之后 你可以给他混掉 他不让我混 他不让我干了 后来 是谁不让您干的 我他就说 不让我 不让我在那干活 都给我给他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认为不是这样 在没离婚之前 他是那个 就是因为这个钱 就跟我就这么打 完了给我 就给我轰走 轰走了 我回去回家了 回家以后呢 我因为我们俩 就在一直在这个问题上 早打了打 我从来就 没有跟家里头说过 其实我哥这 根本就不知道了 他他已经都这样了 后来这可能 还是我姑 就跟他提出来的 就说的 至少得把 由我哥参加 你这当事人 你你得叫到一起 解决问题 你得必须得当事人出来 我不谈 不谈 他当时放弃了 谈判的这个机会 你哥哥当然同意谈吗 同意 我哥一直坚持就说谈 就跟他坐下来谈 那我问一下 先生 先生您好 您好 当时您为什么放弃了 这种谈判的机会呢 我没放弃 是这样 我跟他姑谈了 我说他给我 赔礼道歉 我不要的钱 他哥 可能给我赔礼道歉 到现在也是如此 我们单位人 早晚聊了 后来别人说 他哥给你赔礼道歉 后来我们单位人说 不可能 也就是您提了 赔礼道歉 中间人传达的是 对方可能实现不了 对 然后这就没有谈的可能性 对没谈 然后你干脆就不谈了 对 我提出了 赔礼道歉 二番我不要 你问他姑 他姑可以作证 你得让他知道 他为什么给你道歉 对不对 你不谈 他还不明白 他为什么给你道歉呢 你坐下来谈 也就是到今天 时隔了七八年之后 对方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道这个歉 对 什么样为例道歉 不是合作吗 对 合作不是有那么两个条件吗 对 你刚才说的那个 怎么样是给工资 怎么样是不给工资 对 好像挺清晰的 对吧 您给他的机器价值多少钱 不是 就是混淆机啊 那都无法 因为您说的这个机器 特别专业 我们也不懂啊 不知道在你们那个生产线上 这个机器到底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 除了设备就是他 没这个 那大概价值多少钱呢 这个机器 价值像沉默筒 一个是三千 你给了几个桶 两个大的 三个小的 五个桶 五个桶 一万多块钱 完了之后呢 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料盘啊 擦筛啊 这些所有的 就是这些工具什么的 这工具的话 单位都不要了 那肯定谁的谁拿走 我的他我拿走 但是他为了让我跟他哥干 全部交给他了 要不根本干不了 这事其实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他对你哥哥有气 照说呢 你们都是一个单位同事 应该都认识 对吧 直接找你哥哥去谈不就行了吗 从来没有 男人的办事习惯 应该是有什么问题 直接跟男人去谈就得了 他在家里却是冲着您来 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我理解不了 03年所里改制 完了就买断了 买断出来 我哥哥呢 就等于把这些东西买出来了 把这座驾买出来了 搬出去了 他现在就老觉得 那些东西都是 就是他以前用过的那些东西 那些 那归他 对 单位的东西他买出来了 是吧 卖给他了 反正就这块 老是纠缠在这一块 单位改制完之后 把设备卖了 但那工器具 谁的谁拿走 他哥拿不了 是我用东西 当然是我的 跟他哥没关系 你比想刚才他说 就是那个 你们那个所改制的时候 不是把东西都分了吗 他说他也分到一部分 没有 别人也分到一部分 不是 我刚才听错了吗 哪有分东西的呀 你跟他买断了 那就说你们的分歧正在于此 他认为那个东西是他的 对 然后你们认为这是整体 从这个所改制买过来的 对 也就有这么一个分歧 对吧 在那个他买之前的东西 我给他了 我都拿回家了 对 那然后这个分歧呢 等于就是影响了 你们夫妻的关系 然后导致了离婚 那不是影响 他们夫妻关系 是影响到他和那个 就是先生和他哥哥的 我知道 因为他不是像着 妻子不是像着他哥哥吗 像大舅子吗 所以不会影响了吗 这事其实很简单 他的哥哥出资把改制 把那个研究所买回来了 对不对 不是 这那一块 那一块 那一块部门买回来了 然后先生呢 是买断了 工灵了 对不对 实际上应该是先生归先生 那堆材料 那堆物资是归 归他大舅哥的 对 就是说你们两个 现在会不会是这么一个 观念出了问题 就你是觉得是按市场规律 在走 就是这一块东西 我是从所里买过来了 然后我们就正常的生产经营 运转 对吧 然后是不是你先生 还是一个那个科研的人员的那种 本位主义思想 就这一块东西 有一部分核心的 较为核心的东西 是归我的 然后如果你使 你看你怎么使 是有偿还是无偿 全是我的工艺工装的 全是我的 没我他算不了 然后你们不提了两个方案吗 这两个方案他都不认可 所以不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吗 是不是就这样 有这方面 家里头就想呢 就是说一锅脚码勺 还不那么清楚干嘛呀 就一块干一块 既然他不码出来 是不是 那你说你再有 你技术再好 你这块你码不出来 不对不对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做这件事 过去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 单位改制 这都没有问题 顺理成章 然后你们仍然是一家人 在做一个事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要核算成家庭单位来讲 你哥哥可是属于那个家庭单位的 你们夫妻俩是一个家庭单位 然后你父亲又是一个家庭单位 不可以这样的这么说不清 去混着做的 不是 就说呀 就让他加入进来 但是具体怎么一个运营 或者那个单说 买出来之前在单位干的时候 是合作一块 没有合作不一块 他不干了 不干就不干了 不干就得了 他们后来改制了 他就把设备买出来了 那我还想问你啊 你们俩必定是夫妻 不管是说 他是同意不同意你哥哥 或者什么那些方法 你们俩是夫妻 你向着他点 他不就高兴了吗 也不至于离婚 也不至于后来闹这么大 什么二十万啊 乱七八糟这些事了 对 他就老说我 我毁他 我这点我就不认可 不 那你为什么不向着他点 就是说在向着你哥哥 向着丈夫之间 你选择了向着你的 哥哥 没选择 我是这么想 我就想着他 买出来了 你合作不到一块 那就分开 我跟他讲 我说的你看看 你这儿 你自己干 你缺什么东西 我上那边 我去跟你要去 你这儿也赚起来 这都没跟着提前 户不干涉 你这儿也能干了 在你哥哥也在干这个事 和你的前夫 也想干这个事的过程当中 您为什么选择了 去帮你哥哥干 而没有选择说 帮你的前夫干 当然是回我了 也不是说那什么 就说的干不干 我也跟他商量了 我说的 他同意我去 首先前提是 他同意我去了 同意我去 再有一个呢 我也是 也可以 我去了以后 我还是可以帮助他的 比如说他没有炉子 是吧 他干完 他弄出半程性 我还可以去帮他 到他那儿 借助他的那炉子 给他烧 我也是 还是想着 能帮助他一下 但是刚才 您的前夫在这儿讲 完了他就老说 我在毁他 对 您的前夫 因为刚才讲的里面 他说 他希望您来帮他 但是你当时不帮他 实际上 我哪样我都帮了 比如说他去 他想让他们缺点什么 这些东西 小的东西什么的 我都从那边给他咬 那你在这个 你帮你的大哥的 这个过程当中 这几年 你为他工作了多少年 其实我在那儿 也没有正经干 有时候就是帮着 给他们弄点饭 那他一个月给他 多少钱看 那会儿 一千三吧 不知道 你没有分红 没有说 享受到很大的利益 没有 因为我在那儿 我也没有什么 就是给做的饭 而且我也不全天的在那待着 就是平常 因为你又不在那儿 进去 也就是说 其实你在你大哥那儿 并没有什么获利 对 然后这边呢 因此婚也离了 您的前夫还以为 您在大哥那儿 还获利不少呢 为什么向他说话 他知道我 我挣多少钱 用他的话说 他肯定觉得 您胳膊转往外拐了 他反正那么感觉 适当 对 您是不是觉得 您的先生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 性格上表现出来 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极端 您觉得是这样 他以前呢 在单位为人怎么样 跟同事的关系相处的怎么样 也不是说好不好 他就缺乏 他老平常呢 老是说 我怎么 家里外边人都欺负我呀 我通过跟您这个浅浅的接触 我觉得您性格里头 还是一个蛮温和的人 就应该不是那种特别急躁的 我感觉是你在家里 跟他应该吵不起来的那种 那个就是 就是从要二十万开始吧 你知道这个电话 是儿子打的吗 知道 后来知道 知道他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想让我们两个和好 那您的想法呢 我他如果 他老是在 还在这上的纠缠 就是走不出来 不了 我们的儿子我也挺伤心的 我说他妈 他不说 你觉得如果他要是放下这一切 你们俩可能还能够继续 如果还是纠缠这个事 对 就可能是没有希望 对 我跟他谈不通 刚才我听完以后 我有一种感觉 嗯 其实您刚才呢 是说 您在去你哥哥那工作的时候呢 也是想帮你前夫 也帮上了一些忙 而且呢 你在家里跟他讲这个道理 为什么要去 是吧 他们俩应该合作 还是不应该合作 其实我觉得您在这个中间的 这个论滑记作用起的不太好 其实我讲的 有的时候呢 作为男的呢 是在要在这个公婆 婆媳之间起论滑记 那么您在这个之间 也要起到一个论滑记的作用 我是感觉呢 比如说您在家里边呢 用这种讲道理的方式 那如果您当时换一种方式 在面对您先生的时候 面对您前夫的时候 您偏向他一点 然后等面到您哥哥的时候呢 你再偏向哥哥一点 中间呢 把这个事情能够论滑起来 而我刚才一直认为 如果我听啊 如果我是您的前夫的话 可能我心里或多或少 也会有一种不舒服 为什么会不舒服呢 我感觉到的 您是有一种家庭观 您的家庭属性是在你原始家庭 可能跟他的也是一个家 我也会向着你 我也会为你做什么 反而排名到第二位 这个有的时候啊 我们不难理解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 他把这个家庭观念看不一样 有些人的家庭观念就是 我结了婚以后 我的现在的这个家庭 我的配偶 我的子女 是我的家 其他的变成各个小家庭 而有些人他有大家庭观念 说我的原始家庭 还是我的家 我要在中间起到一个 这个中间人 我就站在不偏不倚 我谁也不偏向 可能您看似认为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家庭关系 处理过程当中呢 有时候一点点的小的 善意谎言也是好的 在你先生面前 是不是要偏向你先生一点 他这种人的性格 刚才给我的感觉 不愧是科研性人形 他的所有的道理 其实很多都是他封闭起来 自己研究 没有什么依据 是自己的道理 对吧 包括他刚才说的利息的计算 包括他这个赔偿金的计算 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一些道理 那么你是不是硬要 把他这个理搬过来 是他脑 是因为他脑掉 我每年要做很多 这种离婚的案件 我你们之间的这种感觉 我到现在判定不了 你们俩夫妻感情 确意破裂 你先生一上台就说 我们俩没事 我怎么觉得是 这个是家庭成员感情破裂了 没你什么事 您置之复万 到现在为止 您还是那个场外当裁判的人 好像没有融入到进去 当然另外一点 我还有一点跟您说一点 就是刚才您说 您先生一直在烦你打电话是吗 其实我不知道您先生的真实想法 但是我可以猜测一下 因为我曾经也这样过 他其实呢 就是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呢 他故意给你找事 是想干嘛 其实呢 是想一种和好的方式 因为你老不找他 他找不着理由 他又抹不开面子 怎么办呢 我找事儿 我一找事儿咱们俩就能沟通 一沟通呢 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 就在寻找这种下台阶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您是不是要考虑 改个台阶下 你们俩现在都在那撤梯子 一有问题把梯子全撤走了 你们俩都在空中悬着 那个是永远保管局解决不了 没有他哥 走了这步 你前面谈到呢 前夫他也跟您通过几次电话 那么过去之后都谈什么 还是这20万 还是钱 就是每次见面就20万 其他的都不谈 给20万 三句话过不去 就是还是这事儿 那他邀请您过去是要谈 电话里边就跟您交流的事 过来咱谈钱 不是 电话就是 有事儿 有事儿你来一趟 电话里说吧 不行 就得见面 完了 完了您就批点批点就去吧 完了我说的那个 我说的没时间 没时间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完了反正就是 一定要落实 你今天没时间 明天怎么样 后天怎么样 不会就就是一个茬儿吧 这20万 就是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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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那个 那个 您还千万别给他 给了他 你们俩还断了线呢 对 问题是这一次20万 您去了 又谈不拢 这二次又来电话了 又是二次了 又谈不拢 这紧张的三次电话又来了 还是20万 反正要解问题的话 不是20万 因为是63万 我有谈这20万呢 信息满满 因为他觉得这是在里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用的这些东西 的确是有他的技术 这个您认可吗 哎 您认可 他觉得既然你用 那么你就应该给我有点分红啊 从他的心理上 恐怕是有这种感受的 因为本身呢 他已经从那个单位离开了 过去研究的时候 也许是在单位工作中 或者说利用单位的一些 这过去的技术积累 那么他又往上走了一步 现在既然你们把这个部门买出来了 那应该有人的股份呢 没 就是说的 就是说他的心理状态 不是 没谈到这一步呢 假如他要是同意了 那肯定有下一步啊 根本就没谈到这一步呢 我认为他呢 也是比较喜欢 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的一个人 您看他是跟您家庭中的哥哥 有了矛盾 而您呢 有可能又经常回家 是不是这样的一情况 其实结婚之后也经常回家 对 这人就觉得你看 他都不知道谁是哪是他的家 既然结婚了 应该照顾这个侠 先生他谈到了啊 扣子是自己缝的 其实他说我无所谓 他真的无所谓吗 我觉得他喜欢干这个 有时候我的东西他还得缝 你看啊 是你不喜欢 所以他才单起来 我跟你说不理解我没关系 这个是一种互补 生活都是很好的拍档 其实他们俩的感情啊 反正听到这儿 我不知道各位专家什么感觉 我觉得两个人都像 对 都想复合 但是谁也下不了那个台阶 找到这儿来很好 我觉得你儿子啊 非常非常明智 而且你儿子还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大男孩 孩子回家也还是这些事 也是说不通 因为为什么 孩子也没办法的 说成了 又会轰走了 就这样 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回去 我听听你儿子怎么说 又是如何看待父母之间的问题呢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辛苦了啊 其实今天来这儿 最强烈的诉求是您 对 可以这么说 特别希望他们能够 特别希望他们能好 我心死了 你觉得爸妈妈现在还有感情吗 有复合的基础吗 有 我觉得他们两个感情上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怎么说呢 可能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吧 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是 不是单方面的 可能几方面多有问题 我跟你说 不理解我没关系 他没有改变 包括事情发展上 包括可能就是说 我父亲的就是个性上的 然后有一些我 我舅舅对一些事情处理上 可能也有欠妥的地方 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吧 也就是在你看来 他们俩的离婚 的确受到外界的影响 才导致的 并不是他们俩的感情破裂 才导致的 对 还是这些事 我这儿都挺安心的 当时离婚的时候你知道吗 离婚当时不知道 但是后来我知道 你过了多久知道的 应该是有几个月吧 那当你知道以后 你有没有向父母去求证 到底出了什么事 因为什么 我知道这个事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天天打他知道 他们俩离婚的时候 你那会已经二十多岁了 对不对 对 我那时候毕业 你有没有想过 用一个承认的眼光 或者用一个承认的角度 去找你舅舅来谈谈这事 因为你爸爸 他那么轴 那么倔 他也没法解决 你妈妈的立场 比较的 就是很尴尬 因为我也有一些担心 因为我父亲 那个时候 怎么说呢 他就是 穿的很不好 而且对这些事情 看法很过激 是 我挺怪的 我确实可能是一个 事情比较粗的一个人 就是说他可能 对细节的注意 也不是那么样的 根本没在意这事 对 而且他是一个 怎么说呢 他就是说很传统的 就是那种 像如果要是说 我父亲那个态度 可能对就是说 我母亲那个家庭 就是说会有一些 非常过激的言语 我怕到时候 会产生更大的矛盾 可能会有这个担心 出于这个考虑的话 就是暂时也没有 跟我舅舅那方面 就是对这个事情 做一个特别细致的高通 没他哥 走不着再过 回去的时候也是这些事 完了也是说不通 说不通完了 他就又被轰走了 你爸爸妈妈离婚六年了 这六年你也没在家里住 是吧 对 我没在家里住 你一直在单位宿舍 我一开始的是 就是和大家同学吧 就是朋友和租 后来就是 现在也是跟同学在一块吧 我刚才问到 你爸爸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爸爸很回避 你爸爸说 反正有地儿住 是不是应该 他把你赶出来了 对 其实是湾子 他也特别没去 他不让你在家里住 为什么呢 我不清楚 我估计可能是 也是想引起我 母亲那边家里人的注意吧 我对 我正确 我自信 那你爸爸好特别 用离婚的方式来引起 你妈妈以及妈妈家里人注意 然后这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没人在意这个 然后又把你给赶出来了 对 你那里我也挺放心的 我说他妈还不说 用你的话说 还是想引起 姥姥家的注意 不是这样的 可是知道以后 就说我去找找他 我没让他那什么 你爸爸现在住的房子多大 住的房子是个两居吧 两居 还一个人住着 一个人住着 然后您在外面花钱 自己租房子 对 他上班以后 他自己负担 他没上班 就管我要 所以说你爸爸 办这事儿 其实挺不像一个成年人 不能这么说吧 反正我爸也有自己的苦衷 您是怎么理解他的 因为我是个外人 可能我没法理解他 他可能就因为自己性格的原因 性格 对 他是一个 他尽管把你赶出来 你还是挺能理解他的 对 你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 怎么说就是 我爸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但是他对有一些实情理解 我就是 正常说的 特别爱孙女小姐 就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就有很多的体现 是吗 对 不光是在这个 他跟你妈妈离婚的 这个事情上 对 他这个人很自信 就是说 就是他不允许别人 去质疑他的一些看法 就是说 比较不太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吧 我认为对的 就是对 他很主管 这也是一直 然后我跟他沟通 有没有什么 没有一些成果的 一个原因 当然 那个 可能也跟我自己的方法有关系 你毕业以后 试图跟他沟通过 在这个问题上 一直都没有放弃尝试 都不沟通 很拒绝 不听 根本就不听 根本就不让你把话说完 但是一直都失败了 对 他给你回去的理由是什么 他就一直说 就是什么 在这件事情上 我有没有错 然后说 什么我错在哪 或者说 反正就得到认可 不是说 三九十不是怎么 这样那样不好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就 就是 如果我要别的意见的话 就基本上就没法谈下去了 他就特黑 说人黑 心比人还黑 因为我们也是一个 比较公正 公平的一个 第三方的角度 我们肯定是 跟你大舅也没有关系 跟你妈妈也没有关系 跟你爸爸也没有关系 站在您的角度 到底 你会觉得 你爸爸这个要求 有没有道理 或者说 站不站得住脚 或者说你的舅舅 在这个问题上 有理 你爸爸有理一些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两个人 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那你先说说 你爸爸的问题 首先 我父亲 他这个人 他有一个 特别大的特点 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跟着沟通 就好多事情上 就是说他吃亏或者怎么样的意思 因为他说话 就不是很会说话 而且他也不善于表达自己 他有时候 他有个不意的那种 想什么 他不去表达 对 我看出来了 然后就 那这东西通币 西通币 没啥通币 就比如说 可能是有一笔合作吧 然后说有一笔交易 说他跟我舅舅 可能别出外一边 可能平均是150块钱一次 他可能会主动跟我舅舅说 说我这次合同 我给你100块钱 然后我舅舅觉得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待着他回去 可能就会跟我母亲讲 说你看我三九人 怎么这样 我说给他100 他就要 他能要100吗 这个成本就是20块钱 那为什么要我100 他也不许跟我三九沟通 然后他会冲你妈说 对 他会冲我们说 对 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这么想 直接跟我三九去说 说那个 咱们这就是一家人 或者怎么样 他当你三九人面的时候 他又不说 对 他会很纳闹说 这个我给你吧 就这样 导致大家理解上面 多有一些偏差 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 我舅舅都不知道 他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怎么样 那你刚才说 你舅舅有问题 舅舅的问题 在你看来 问题是什么 我舅舅的问题 就是他粗神经 他真的不知道 太粗了 根本没注意到 真的不去想这些事 他是那种 真是特别 什么不在乎什么的 对 或者没有在义 可能我爸想的是 怎么样 但是我就 他不会想那么多 你就早过了 这边就纠结半年 还没过呢 对 就是这么个节奏 性格完全不在一个调子上 对 所以到现在全五点 那现在 你究竟应该知道了 你爸爸和妈妈 因为这个事离婚了 应该会引起他的注意 或者重视 这件具体的事情 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我刚才说过 就是说 就从那个 就是这个物质分配的问题上来说 其实 就我从我 沾倒个人的脚来说 我觉得这个 就一开始 我母亲并没有说什么 就明显的 像偏向我救 或者这方面 可能在这个矛盾突出之后 就是说 尤其是我父亲 放弃合作以后 我从父亲主角上来说 觉得这些设备 可能有些设备 理论上 真的归他的 但是实际上 应该是我舅舅的 但是我父亲可能从他的 直观的认为 可能就是他的 但是就是说 我母亲 就是把这些事情 帮我们把设备给他 带回来之后 他并没有觉得 我母亲是偏向他 他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他看不到 就是我母亲 对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只是看到了 我母亲对我三舅 我就是现在就想 从这个事中走出来 完了 跟儿子有一正常的交往 我母亲去帮我救那时候 因为主要因为我救 他是一个实体 他有那个设备 他做起来了 然后但是我 我父亲这个话 主要还是靠那种 就自己拿着原材料 去在外面找加工的 这个方便 可能确实能帮他找一些 而且到后来 就是矛盾激化了以后 可能我母亲本能的 就是想 就是想离开这里 就是说 我不想跟你吵了 我就是想躲一躲 本的这个心态 哪怕我就是说 到我救那里 我就图个安静 所以才最后 演变得越来越来越 这活要怎么干 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的 因为单位不要 因为不关我哪些东西 我们好几科技组 一人一摊 对他东西的谁拿走 就是他所有的 干的这些产品 人家都没做 人家还是做的 人家自己的 那到最后 他们的矛盾爆发出来了 当你表达 你的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你爸爸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 会骂你吗 会 所以这也是 你在家里 没法调和他 和你母亲的关系 就是我有时候 也会想别 比如说之前 我说我去找我父亲的话 基本上 就是 有时候我父亲 提起来这个话题 我都会刻意的 就是说 不跟他谈那些 就是聊一个生活上的 我就是工作放大的 但是不行 但是不行 就是只要一设计到这个 我会很快 就是把你的事情搬出来 说我到底哪错了 或者怎么样 我没有错 只要反而一吭声 就就就就打 你为什么觉得 我怎么着 或者说 只要有不同的声音 就会就会 不太舒服 爸爸 就有行为一下 就会很 就搞的 就会特别特别紧张 嗨 都彼此都绷着劲 就曾经有一次 就是我尝试 就是对这问题 就是特别 就是跟他面对面 就是也很激烈 跟他讨论 然后当时 然后就直接就 也就过 我就轰出家 直接想让我轰出去了 能跟你说一下吗 就是我解释 要不然现在 都路走外 然后其实 他说 那时候我也很担心 我直接给我叔打电话 然后说 看能不能帮你 就是安抚一下 我父亲 因为我也怕他 太过激动 因为随时我也都不小了 所以当时 我也挺后悔的 所以以后 也就没有再进行 我这种尝试 就我上去 就解释 解释 解释半分钟吧 就行 刚才你用的这个词 你说把你轰出来了 你妈妈讲的时候 也用了这个词 就你爸爸在家里 是不是动不动 就会用轰的这种方式 他挺独裁的是吗 不对 我觉得这两个字 特别好 独裁 就他说了算 对 他说了算 就是 爸爸 爸爸要上来是吧 来 我一光看到了 听到儿子在场上的说法 观察室内的马先生 表示难以理解 在多日没有见到儿子的情况下 特意要求上场 进行解释的他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那个王敬一老师也说了一个问题 错了 错哪啊 改制的时候 是我们单位的设备 他才就买走了 这是事实 但是所有的硬朵合金的生产工艺 工艺工装 琴摩筒那条的单位是不要的 我们好几个科技组 谁的谁拿走 那就是我的 我跟所长谈了 如果我买的要走 但是琴摩筒是最值钱的 我说他就留下 书上说我不管这个 我说要不然你自己投一摊 我不干 我们是原来是六个 好多科技组 关于硬朵生产工艺工装 什么擦塞 这个万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我当然就问你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现在从法律来说 他真的拿走了 就要三九 谁拿走是谁的 可以这么理解吧 因为单位一改制之后 就设备单位卖了 所有的工艺 还没卡屎 我们领了 谁能谁拿走了 所以这东西就我的 关于硬朵 这个就是生产 没我生产不了 其实他们俩人 要是真的那种合作到一块 是很好的 单位没有说的 这个硬朵生产就归你了 干什么干 本身他干的 刚机什么 也就是说 因为在您的理解里头 没有您这个 曾经的这个帮助 他肯定干不起来 干不起来 什么单位卖给他了 卖给他了 把这什么都卖给他了 我买段走 是我买段走 一个内一外 他们俩 其实要是配合 就是很好的 首先我们肯定 他的这个创业过程当中 肯定有您的帮助 这个是肯定的 对不对 但是当时我帮助 我帮助他 我当时给他 我是没有任何报助的 就是想帮他 为什么给他了呢 给他目的 我想他妈说了 以后在那我可以混量 因为我的东西 我可以混量 他算不让我混了 把药都掐了 最后又不让我干 我东西不让我干 所以我倒挂了 为什么我说他妈帮了 他就回我呢 他那种关系 人际关系什么的 他不行 但你觉得这个事 说实话先生 过去六七年了 不是六七年 这个节我过不了 还有跟说我轰他走 我是帮自己家住 有没有房子 所以这么来的 是这样的 你永远是我儿子 我说的 我混着我说的 儿子你可能不理解我 没关系 我一句话说 我们又不理解你 不理我没关系 不理解我 儿子很理解你 其实他非常理解你 我都看出 他眼睛一直都含着泪花 包括他打我们电话 我认为 向我们求助 都是他积极在沟通的一种方式 因为他觉得他在家里 他的能力是不了的 或者说 没法正常的沟通 刚才你一说吧 好像刚才 简余老师也说了 说他 是单位 怎么分给你哥的 分给我的 不是分给我的 不听 不让说 根本不让人说话 大家老百姓可能听不太懂 我简单解释一下 就说 单位改制了 然后单位里的空调 电脑 他三就 买了 自产就买走了 但是您作为科研人员 当时发了您用的一计算器 一把屎子 单位都不用 单位就是 这谁拿的就是谁的了吧 对对对 对吧 您这玩意儿就吹套了 但是有一点 这东西没这东西干不了 干不起来 那当然了 首先这点肯定您 不是 刚才那个简余老师说的 好像是分给 不是分给我的 那东西是 因为好多可以做 谁的谁的拿走了 其实最开始 我帮他三就好 真的 全心中头都帮他 我没计较一分钱 那我想要钱的话 当时要钱 我要几万我钱 要几万我钱 可以 我要不教你 不教你 最后你怎么干 就是我全钱给帮他 从心里头 他就抵触 其实合作的时候 就不愉快 你说为什么 三就到现在 没有针对这个事 进行一个回应 您儿子给了一个理由 说三就就是个 粗线条的人 你在这儿气几年 别人 不不不 要好到理解了 不是这么回事 还是怎么回事 我给你举个几例子 说明没发展 不是我跟他合作不了 任何都跟他合作不了 你说说 正经的生产化 一年应该纯正二百万 到三百万 可是他干不好 我琢磨他一年 就挣三五十万 超过六十万 首先 我这个好几块 其中一块给他了 就是他干仨月 人不用他了 我减着 这一块花也二三十万 这只是小的一块 就是你刚才说的 军事 他就是等于是 自己跟书似的 就这么着 倒着 就这么着 倒着怎么干 他 虽然就看了挺聪明的 这经济要这个钱 过弄备样的 实际上是吃大亏的 他这么一年 他撒正你 一二百万 可是他知道 这些都是钱 但是他事 你哪干活 他不说 父亲 我打断你一下 判断什么事情 我希望就是 建立在事实的 这个根据上 不是说 您自己 不是说您自己 推断的那些理论上 我觉得您这一点 需要 那个改进一下 就是说 您不管是考虑 考虑什么问题 就是说 应该建立在事实的 这个基础上 不是说 您推论那些 行行 就是说 不能推论 就要看了事实 就说您可能看 在您的分析 说您的计算底 说我猜 如果要正常经营 可能你要赚了三百万 实际他就 但您这些 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 有什么 就是有事实说事实 他其实提醒您 就是不要放大这个矛盾 我知道 好多的东西 其实是建立在您的想象之上 不是 咱那个军事系 给他撒月 他干下去 我姐姐就干 他就干不下去 为什么 工作作风 经营这一块 好比说 我做东西 我都把你受舒服了 让你弄好了 让你心情 才能下次合作 不能预险的买卖 军事系后来 您那个 前期的哥哥没有做成 后来您把他捡起来了吗 捡起来了 做得怎么样 挺好的 一年能达到多少 这么多钱 工商的税 税务的这个 都得那个什么 就是 我听您刚才说 如果他这个 哥哥能做好的一年 能有二十万的利润 对对对 不是利润 这产值 这是个小块 我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 您知道吗 就是其实刚才 包括您 儿子刚才说您的 就是您的很多道理 我说您不会是科研人才 是为什么 您的所有的道理 全是您自己研发的 自己研制的 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心理 老是摒弃别人 给您讲过的道理 就首先您自己 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里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刚才儿子提醒您 也是听一听 大家是怎么说的 也许呢 这些里面就是 还是真正的道理 包括说您到底 您要挣多少钱 这个是像您儿子 刚才提醒您的 只是一个点 其实由此放大 您的很多理解都是 包括您刚才算利息 算赔偿金 都是您自己的道理 没有根据 那可不 你这光说他那个理 我道理我就这样的 因为我呀 这是我的底下 就我那什么 我就那么想着 那么别人不认合的话 跟那个时候 可能我过去 那没办法了 但是说实话 摆在眼前的 先把大学哥 那个事放在一边 目前这个家庭 三个人表示的 其实都还是可以过的 你们俩的感情基础 我也看到了 您也表示了 这个意愿 儿子更强烈 他现在都谈了朋友 过来两年要结婚 他也是希望 他的爸爸和妈妈 能够像一家人一样 对吧 在他以后的生活当中 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扮演着孩子的奶奶和爷爷 不可能说 今天到奶奶那儿去 明天到爷爷那儿去 两个不同的地方 人到晚年 其实就是图的是 一个家庭的团结和谐 我不可能过这一截 所以这么来话 永远是我儿子 有什么困难 我肯定帮 那肯定的 你儿子最大的困难 就是希望 他在婚礼上 或者将来 就是有了小孩以后 能同时去看爷爷奶奶呢 这事您能帮他吗 相当性的可以 一说话 就那种出口伤人 别相当性的 他要去爷爷奶奶家呀 要找爷爷奶奶呀 解决不了就不行 那你这不是刚才 又把自己的嘴打了吗 不不不 那我也不说了 如果就卡在这儿了 怎么办 这是他最大的难受 他又非常爱那个女孩 卡不了 但是你知道 我现在脑子里面 印出一个什么词吗 自私 那算了 我知道跟他会骂 上台我就说了吗 不不不不 我上台我就说了 肯定骂我 他不顾计 他就顾计他这点事 就是确实我在想 你你从来就没有站到过 儿子的角度去考虑一个问题 先生我不知道 我说的这段话 您是不喜欢听啊 您不是研究这个叫什么 君治器的吗 那你比方说把这个东西 我觉得学问有的时候 比如是可以平移的 就是可以触类旁通的 对吧 假如把这个学问 您研究出来这个君治器的这个想法 用在人际关系上 比方说用在你们三口这个小家庭里 咱给他和云了行吗 你比方说 咱不再弄成这个 你是你 我是我 他是他 这是这个理 这是这个理 怎么怎么 咱也给和和 也给和云点 然后反正是一家嘛 你们至少你们三口是一家 你管那大舅子 他有理没理 他爱谁谁 总之他不是你这小家庭的 你就不跟他去叫那个理 您把这个学问给平移过来 您觉得有这可能吗 其实他本质就是特别自私的一个人 这个角属的角越角越臭 这个变角属棍子了 他不是君治器吗 怎么成角属棍子 那你看他这个东西说出来的 这个先生永远他有自己的道理 他有一下他的系统 而且我觉得这些人 我不知道 假设真的你这一会儿 这个三九哥拿了六十万来了 您觉得您这事就能过去吗 是这样的 他给我是应该的 甭说这六十万 他如果从事上认识了 他的确是欠的 为什么跟他三九就没法在一起合作 他就是有毛病 现在反正大家也不合作了 比如说他三九今儿来了 说兄弟我就带了六十万来了 我给您赔不试了 六十万您收下 你们俩复婚吧 孩子要结婚 你们自个儿好好过吧 您觉得这事能过去吗 能 关注我媳妇的态度 我媳妇原来跟我打 是帮他哥跟我打的呀 他哥你解决了 我就不会干嘛了 因为现在必定 如果没这事的话 我会很好的工作 问你什么 现在必定给我遭到很大伤害 精神上损失 精神上的伤害太大了 这点钱解决不了问题 对于厂商专家的质疑 马先生的态度依旧 在与前大九哥的所谓矛盾问题 双方从始至终 都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 不论是面对前妻 还是面对儿子 马先生一直都没有直面内心的情感 那么前妻重新上场后 又会给出什么样的回应 儿子小马 希望两人迫近重园的想法 究竟能否实现呢 我怎么觉得 你看他的眼神里 挺多爱意的 就现在你看他的眼神 他伤不伤太深 我老跟他说 我说你欠我这辈子还不深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你爱他 爱得太深了对吗 真的欠我这钱太多 但我说我不能还 我觉得他就是头脑简单 人家欠你什么了 我们想听 欠你什么了 能给您生一大儿子 不说心里话 我们都反不说了 关键离婚的时候 近身出户啥也没要好 谁说啥 他刚才说 他说了 那您说说 我们协议的 近身出户他干嘛 协议内容是什么 您告诉我吗 给的钱了 那钱是你给的吗 那时候买断公邻的钱 单位买断公邻的钱 是我的 你的公邻 对 那也是近身出户了 那人家的买断公邻的钱 单位还有房子呢 给他了 那鞋验都有 不说的 一说的就多了 说的不一定是他心里的 那个意思 本身他从本身上也不坏啊 你有多久没有这样 面对面的 跟他坐在一起过 他腿伤的时候 上月20号 我儿子的事 我就跟他打电话 他心里有打电话 他说我明天过不去 我过不去 我说那正好 我说你别过来 上月我也伤了 这么多的见面 我跟他打电话 他回来回来就 我跟他说了 腿伤了 我回来看看 刚烧伤的时候没事 当时那个都烧那样吧 但是能活动 他可能第一时间 也没有及时都去 治疗吧 您去家里 看到他腿伤成那样 心里难受吗 你是 难受 难受 回到家里 一个大的两居室 空光光的 就他一个人 一个老头 在家里 腿还伤着 半条腿 瘸在床上 那感觉其实也挺难受的 这么多年夫妻 对不对 那没办法 那天他去的时候 还没事 就刚刚烫了 还能走 没事 谁去轰谁啊 谁去他轰谁 对啊 儿子回去轰儿子 除非他打电话 让你们回去 你们才敢回去 他打电话 让我回去 我都很少回去 上次见面 是11年的年底 我还跟你这么说呢 我说你欠我 对不对 他说我欠他的 我说你说 我欠你 还没说 行 行 你不欠我 得了 那你先 为什么你给我闹力 我刚才在上班上 好像你是都委屈着 你不闹 不跟我这么过 弄我没办法了 你们俩到底谁闹 他闹我同意的 早就闹了 他虽然 虽然是我说出来了 但是他 他逼在那边 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母亲 一直放不下的 折磨我夫妮 而是我父亲 一直在追着我母亲 说这件事情 先生说 您欠他的 您也还不清 那还不清 就用这一生 来偿还不得了吗 后面还好几十年呢 就跟他在一起生活 那不是越生活 欠的越多吗 我是这么来看 他这个话里有话 话里有话 你欠我的 那行 你欠我的 你应该跟我在一起 一辈子 你可别再往外跑了 这是一种方式 对不对 我们经常说呀 有话找话 没话也要找话 拿这个来说事的 他直到今天 您看乐 而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个当事人是这种状态 我们都被你们俩给搞笑了 他们俩合在一起 就是又是 重复婚前的那个过程的话 我也很担心 虽然看似笑呵呵的 又不吵又不闹 但我们能感觉到 内在的那股劲儿 从哪找突破口 用什么方式 打开这块尖兵 先生 您觉得这个突破口 应该怎么找 是 他跟他哥谈 跟我现在没关系 你觉得他去跟他哥谈 谈好了 回来找我 对 因为他是为他哥 跟我离婚的呀 他跟他哥谈好了 再回来找你 所以我跟他怎么说 上次见面是 11年的12月底 我跟你说 我说你欠我这辈还不上 但是我不用你还 什么意思 这我告诉他了 可是我妈 所以连我也发 女士您告诉我 从哪 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 在您心里看来 找不着突破口 找不着 就是说你别站中间了 你不前面有点 甚至站着自己哥哥那边吗 你儿子是特别站中间 然后舅舅也有问题 爸爸也有问题 您是想当初 能走到离婚这一步 您是站在你哥哥那边了 至少在你先生的眼里 是这样的 其实您本身 也成了一个受害者 那么您今天 如果假如能够 站到你先生这边来 站在你们小的 家庭的核心力上来 我觉得这位先生的心结 或许能打开 因为你先生刚才前面说了 说这个节我过不了 所谓这个节 就还是他和你哥哥之间 有矛盾 完了你偏向于你的哥哥 那所谓就是这个节 那这个节 与其说是你哥哥系的 其实这位亲子 我倒认为可能是您系的 那这解铃方须 系铃人 您只要能够说的 转一下 我相信您先生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其实我妈都好 好一些 但是我爸的状态特别不好 我个人认为 不能直接供他这个性格 你比方说啊 就让他去单纯的去解节 完了让他自己转变思维方式 然后让他自己怎么看待 这个过去既往发生的事 以及未来的展望 我觉得单纯做他的工作 他那么好面子 他的性格又比较 带有知识分子 科研人员的色彩 我觉得恐怕 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方法 我倒觉得说 您假如说啊 您还想着可以跟他复婚 还想着为了儿子 愿意一家人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您今天 或许应该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人物 如果您真呈现的 就是这个经常微笑啊 显得比较年轻啊 真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给您心里头肚子里 也怀着一个 跟您先生一样的心 也实际上也很直谬 那就没办法了 不要说是我母亲 我都非常受折磨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位女士呢 可能是她也不敏感 然后呢她也有点 就像那种孩子 处理问题那种方式 她偏幼稚化 或者她没有考虑那么多 所以您把这个问题抛给她 她可能觉得特别难 她两家都幼稚化 对 都比较难 两家都是一单位的 她们的思维方式都很像 我相信我母亲 可能会有这么话 但绝对不会是 天天常态又这么对 绝对不会 所以要不这样吧 我出个主意吧 因为这个问题 如果交给妻子呢 可能妻子也觉得挺难的 我先问妻子一个问题 您觉得你的哥哥 在你现在目前来处理这个问题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她肯定就是也是 可以谈呢 可以谈 你觉得 因为现在到了这场肯定我不对 肯定我送蛮严重骂 我知道 我们这样 我们先连线一下 首先看看大舅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真的挺好的 这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对不对 这个我不太行 因为我这时候考虑学比较多 这番号码在哪 我告诉你吧 好 来 你说 他们都背得那么手 他们直接经常通话吗 肯定不经常通话 喂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打扰您 我们是北京电视台 谁在说节目组 你们好 您的妹妹和您的前妹夫 包括您的外甥 都在我们这录着节目 因为他们家的一些事 找到我们了 您知道当时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休不 那你后来听说到的 或者您猜到的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事情 我是后来知道的 反正俩人都有毛病 来说 妹妹可能照顾在家里边的事情多一些 是吧 您觉得是因为妹妹照顾家里多了一些 然后妹夫有点异点 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 我觉得我妹夫有好些地方 反正我跟他 不是光是生意上的事 生意上的事 我觉得那都是 那都是无所谓 少挣几个钱 多挣几个钱 那这些问题 您的那个妹夫跟您沟通过吗 或者您有没有找过 你妹夫沟通过呀 反正我不知道 她有一种情绪 我不知道她这个 这种情绪从哪来的 或者是怎么形成的 现在如果说 妹妹和妹夫想要复婚的话 您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希望他们把日子过好 您希望他们复婚吗 我是希望的 那如果说复婚以后 这妹夫还是有些心结 跟您这过不去的 您能不能多跟他沟通沟通啊 我又能做到 我又能够有能力 做到的事 我会做到的 关于我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 主要是他们俩 那如果说 接下来这个问题 需要您帮着解决的话 我让外甥组织一次家庭学会 你也参加 然后把这该姐的心结一块 一杯酒下去了 就一杯敏恩仇了 您看怎么样啊 好嘞 好嘞 谢谢您 我带着我的家人 感谢您了 谢谢您 谢谢您的配合 谢谢啊 再见 不了 没有意思了 为什么没意思了 为什么 就是态度就没有 没意思 他的态度不好 我们都能做好不好 在我的感觉 我就那么做 确实一般的人 他这么做 确实也伤害不到 你明白吗 不好 我问一下各位观众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态度怎么样 我觉得吧 说的挺什么 挺实在的 也为了他这个妹妹啊 和他这前妹朋友好 我觉得说的挺实在的 就人情事务 说话方面 我觉得挺挺好的 但人家特别会办事 反正我觉得 他说的挺好的 他说的是挺好 让人听得挺舒服的 就是这样 我跟我们 我们单位同事说了 我说我们俩离婚 他说是吗 跟着我们同事 给他打电话 他说是吗 离婚早晚早该离婚了 所以我就特喊心 这个都是我父亲 一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挺可笑 为什么特别可笑 不是太太 你快告诉我们大家 你为什么突然 一切就乐了呢 我觉得 对他有好处呗 现在 你觉得各位的态度 你听起来 你觉得怎么样 还行呢 我个人是这么看 我觉得就刚才 这个连线 不管他是态度好与不好 或者说话 是不是比较中性啊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毕竟他是 就是你的哥哥 是大舅子 他刚才有一句话 我是认同的 他说这个婚姻 还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我觉得不管他是想 比方说宅干净自己 不管他出于什么心里 说的这句话 这句话绝对是对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还应该眼睛向内 解决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就其实他自己也能理解 但是他不需要那处想 暂且不论你们俩 谁对谁错 为什么您要把这个目标 放在你前妻的身上 就是我们一般人 是他造成的呀 谁造成的 他造成的呀 为什么是他造成的 不是你跟他哥哥之间的矛盾吗 他帮了个 如果他不能和我能跟他合作吗 他哥什么样的人 我是知道的 不可能跟他合作的 他说也对 我当时可以混掉 我终于给他了 我混掉混不了了 不然我混了 那就不合作就不合作了 我东西都给他了 我没想到 那些东西啊 那个混掉东西 拿回去一个没有 光是成统问题吗 那还有什么 那个料盘给你拿回去没有 没有 你看看 加胶盘呢 不是现在的东西多 不是那点问题 你说后来他根本没干 对 后来你不在了 你的那些产品 他全都没干 这样吧 我觉得现在正这些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因为都过去了 而且你们说实话 今天我们是在做最后的努力和尽力 你要非常清晰 你们俩现在是在法律上 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人 出了这个文 可以谁也不理谁 在法律上 所以如果说 您还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还想过的话 那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请珍惜 今天来这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觉得这样 在此时此刻呢 我想安排一个专家 跟您到观点室先交流交流 你选一位 胡顿的律师 律师 律师 好 霍律师 你要打官司 不不不 肯定的这个律师的肯定他们K我 我知道 K您 肯定他们K我 好 霍律师 所以他K我就K吧 霍律师 你来带来观察室交流一下 你先生那样的人格特质 虽然说我们没有用一个测量表 在这个录制之前给他去测 但是从厂上用我们的职业眼光观察他 他跟一般的人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他现在这个状态 甚至我连他烫伤了活怎么样 我都 我都不知道的话 我觉得我真的也很不放心 我就说一件事 你觉得我们大家说的有没有道理 他跟你离婚六年了 你三哥的电话 他居然背得出来 那他仇人 他能背不下 那我连马健的电话都 那是你仇人 都背不出来 他连号码都背得出来 我们现在都是人的名字 一点马健 当然就通了 哎呀马老师什么事 哪有说把他那号码还得背得住啊 就是他带有他的个人成长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 可能一些色彩 然后还有他的职业一些色彩 是吧 还有他本身可能从遗传特质的一些色彩 还有就是说你们俩 常年那个比方他认为没有得到理解 然后导致的一些色彩 那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你不要用比方拉出一个人就跟他去比 他可能跟那些人不一样 可能我前面说的那四种方面 每个人生长环境就不一样的 所以咱们还还原一名先生 我在河里游泳 他哥开了船 他引诱我上哥的船 上来之后 东西搞手了 帮我踹下去了 我去正常 我去船爬的时候 那种主管我来捅我死我捅 那种拒绝观就那种感觉 他帮了哥回我 他跟哥俩出关的处我呀 我现在在他不在的时候 我想问您一句话 您面对自己的本心啊 扪心自问 您想不想和他复婚 从我的本意来讲 不想复婚 比如说孩子需要你们 作为一个家庭出现 那你会因为孩子的需要 给先生复婚吗 如果他把这件事 前提是他把这件事放下了 我可以放不下去 你们结婚多少年 22年 22年结婚的婚姻状态中 你觉得总体打分能打多少分 100分满分 70分 其实最多出现状况和问题的 就是最后这几年 对不对 就改制以后 那是几年 是三年 是四年 就算四年 四年 就我们就算四年 也就是说过去的18年 都挺好的 然后后面打了四年 离了六年 是这意思吧 好 但这四年的主要问题 您觉得是先生的问题 还是你三哥的问题 如果他要有所调整 你觉得这个婚姻还能继续吗 他要有调整 可以 如果就此结束 你们没法复婚 我跟你讲 我们都会惋惜 您现在在打惩罚 自己让别人后悔 您现在所说的 您觉得您惩罚他打九哥 那如果你三哥给他六十万 他把这事平下来了 你觉得还能继续吗 没有继续 不不 这句话很重要 如果你三哥真的给了他六十万 他这心气平下来了 你觉得婚姻不能继续啊 为什么 没有道理 谁没有道理 给他钱没有道理 你觉得他最终在堵什么 他堵口气 他这口气堵的是什么 他反正就是觉得我站在那边 你也知道了 他就在堵这个是吧 你说我老婆 你都不帮我 你去帮他 其实我在帮他 他不理解 你的那个所钱大九哥 就是他三哥 人家麻事没有 您这婚也离了 家庭也破裂了 您觉得是您惩罚了他了 还是让他瞧您笑话了 其实这位妻子 我觉得你跟你先要犯的是 同样的错误 没错 就是你认为是他没有放下那个事情 其实你也没放下呀 你明知道他的性格 他是轻易放不下的 你现在非得堵他能放下这个 那这个不本身和他犯的是同一个类型的错误吗 而且刚才胡同老师问你那特别好 你给过去的婚姻居然能打 70分 那也就是说他的性格其实你是能接受的 因为他这个人是一致性的 只不说这个事情就跟你跟着这个事情可能是变得就是他的人格特质的爆发显得更明显一点 更较劲一点就是显得更明显了 但是以前他肯定还是这个性格呀 那你以前能接受怎么现在就接受不了了呢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其实是都没有放下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提出一个说如果您能够接受其实就有缓呢 两个人叫着劲儿有一个人不叫了 那那个叫劲儿的人不自然也就不叫了吗 只不过看你愿意不愿意为你的儿子先率先的迈出一步 其实这个家啊 我跟你说先生啊 您要过得幸福了 高高兴兴 能而且是这样 你能把你太太从他们家拽回来 跟你变成一条心 不可能你就报了仇了 不可能 我告诉你可能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婚姻 首先我们要尊重你啊 你的心思 你觉得这个婚姻持续下去也还不错 那么您就要做一点调整 比如说他在跟您叨了的时候 您就改变一下您的态度 如果您觉得这件事您实在无法忍受 我们倒也未必 不要说坚持 往一块撺跺 您的心理状态 刚才我们也推测出来了 我一说那个您是认可的 就是儿子为什么现在有点着急了呢 他是愿意在婚礼上 然后爸妈妈都在一起 大家别再闹了 另外给对方家庭一个交代 我们是一个家庭 我相信您认为这件事情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这就为促成 你们两个继续在一起 加了五分也好 十分也好 虎毒不识自己 如果您远您的儿子都不为 我不相信您能够为了别人做什么 那我现在做的工作做什么 做什么了 您想继续走的话 就要去适应他的这种状态 比如说他在跟你叨的刀 叨的刀不停地 二十万也好 六十万也好 你首先在跟他说 你教教我那方法怎么算 我替你预算一下 明年后年大概咱应该找他要多少钱了 这就一个玩笑 就跟今天在场上说这个事是一样的 就只当是解一道数学题 而不是钱的事了 如果您要把这件事也当回事了 我哥绝对不可能给他 您把这个上升到一个事实上 那也就又僵起来 您看呢 我能从历史的角度 我就告诉您一点 无论是从法律 从情理 无论如何 你们之间的这个 跟大舅哥 都不是你们离婚的理由 是 我承认 都不是 但是 这个离婚的原因 就是我前妻脑子进水了 非得跟我这么闹 那你现在把那水给他排空了 那不闹了不就行了吗 不行 我特别想跟太太说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你有一段话 大概也就三百个字左右 值六十万块钱 你觉得有可能吗 怎么没可能呢 你先生的最大的结 结在哪 你偏向你三哥 你不向着他 三哥欠他六十万 这他人他利滚利算的 高利贷他人 那如果你现在告诉你先生 从今以后 咱俩过日子了 我就真的不跟我三哥往来了 我们只是过年回家到老头那 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 喝个酒 平时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他都不对 过去都是他错了 你是对的 咱俩继续过日子 他不要那六十万了 他觉得你向着他了 这不就过下去了 三百个字 六十万块钱 要不要 您跟大舅哥有恩怨 跟太太离了婚 跟儿子结了仇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跟我讲 您就是确保 跟全天下的人讲 大家都会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看到了 门帘后面的 儿子站在这儿 我想他肯定也是看到这个状况 他很着急 来 那个 你怎么就上来了 因为我其实比较着急 因为 怎么说呢 说 因为我来这儿 我的诉求 还是说 从我对 我心里的想法 就是说 不管之间有什么事 两位老人 也有五多了 马上就 就是说 也进入满年了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他们以后 还是能互相照顾 就互相体谅 所以我还想 就让我母亲和先 就给我父亲的机会 然后 再考虑考虑 其实这个家里 最难受的是这个儿子 其实他在强忍着 我想在场下 一直在关注着 场上的电话 你也知道 我们在尽力 但是其实通过 我们几位心理专家的分析 你爸爸和你妈妈 是一类人 就性格上面 性格特质是一类人 所以都非常倔强 你先坐下来 我就想劝一下我妈 您拉到她旁边去 在她旁边坐着 对 我就劝一下我妈 要不然 您坐这 来 您来 坐这 坐这吧 我觉得他可能忍不住了 每次他回到家 他试图跟爸爸交流一下 想从爸爸那儿 找到突破口 可是他觉得爸爸 像一个奸石一样 没有办法打动他 刚才那番话 他一个求妈妈 你给他爸爸一个机会吧 其实他就想着 晚年你们能够 互相有照应 您愿意为您的儿子 做一个让步吗 愿意是吧 点头了 您先生这个人呢 就像你儿子说的 心不坏 稍微的思维 比较单一一点 他也没那么多坏心眼 现在轴就轴在这儿了 就是您哥哥这个事儿 我刚才通过连线呢 我觉得你哥哥这个人呢 首先他的愿望也很好 还是希望你们好好过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您表的这个态非常好 但接下来怎么做 可能要从您这儿找到突破口 因为毕竟那是您的亲哥哥 对不对 因为儿子毕竟要成家了 这才是一家人 你们三个人 你也要从心里明白 你们这三个人才是核心家庭 做做这个哥哥的工作 让哥哥的工作没问题 理解理解你们 或者说理解理解那个 就是你那比较轴的那个前夫 在跟其他人产生毛肚以后 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需要一个出口 有些人的选择是 你惹我 我就跟你较劲 对吧 或者是你惹我 我忍了 还有种是你惹我 我不跟你较劲 我也不跟自己较劲 我跟你家人较劲 其实你的真正是 你跟我较劲 你跟我过不去 我跟自己较劲 我特别想从儿子角度来理解一下 其实他是这个家庭 28年的生活者 从他的记忆中来看 爸妈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说像人家家庭里面的 致命的矛盾冲突 要导致非要离婚不可的 18年的婚姻生活是很美好的 儿子17岁 他肯定也懂事 后来你们这几年吵架 或者说为了哥哥这事不高兴 其实儿子他自己心里也知道 到底谁有些对的 谁有些错的 爸爸可能哪方面有欠缺 三舅哪方面也还差点意思 但是不至于导致一个家庭破裂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家这离婚离得特别冤 潜在感情还挺好 这一电话一叫那个赶紧就回来 这个一头疼脑热那个还关心 不回来就没法没了 是啊 他李克深 他轴 他没完没了的给你打 他干什么 他抛你回来是为什么 一个男人这辈子最怕的是什么 下岗 好端端的一个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 国家公职人员 一改制夸他就变成 他不是下岗 他买断的 不让他买 单位不让他买 非买 对 他买断了 本来像这买断了 在三九哥那也当老总啊 好歹我这个技术 核心技术我掌握呀 好歹这些事我也都会呀 完了我弄个老总当的 三九哥出钱当个董事长 这企业不就是我的了吗 我也好歹 相当于原来研究所所长呢 他来一下闹掰了 闹掰了 人家让他下岗了 你明白我这意思吧 五十多岁的男人 那会可能也就是四十七八岁 是吧 一下没招没落了 愤怒情绪往哪释放 他能恨谁呀 谁让我回家的 我就恨谁 所以为什么他说 这六二十万什么六十万 说这也是两三百万 都弄不回来的 是什么意思啊 他觉得是他受了伤害 而在这么大的一个伤害过程中 您作为他最亲密的革命战友 最亲密的同志 跟他睡一个炕头的 他最疼爱的女人 居然没跟他站一个战壕里 所以他转移了情绪 愤怒情绪转移了 攻击你了 所以说这个才导致 他就每天要跟你唠叨唠叨 你啊你哥对不起我 你哥让我这样 他就不找自己的原因了 一开始想让您 他跟他大舅哥合作 你认为你太太是从一开始 就把你射进局了是吗 就是射进你就等着害你 是这样吗 没有吧 一开始是不是出于好意 是不是出于好意 那你为什么他一开始出于好意 你就说他要害你的 这个害子从何而来呢 所以说你跟你太太 我从头到尾听不出 你们俩有什么恩怨 能在一起还是在一起吧 我们也见到 有的儿女劝父母离婚 为什么 你们俩实在在一起不合适 你们俩打成这样了 你们俩索性各自都散了吧 你们俩相克 各自分开之后 也许会更行 我们也听到过很多这样的声音 关键是您的家庭跟那个正好相反 觉得爸妈妈就像胡登老师 刚才描述的没有大的矛盾 就这点小事 我觉得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 你的态度我们也觉得有一些变化了 现在霍利是还在观察室当中 跟你的前夫在进行沟通 我们今天做最后一次努力 现在呢我想让马老师带着儿子去到观察室 去跟他爸爸再沟通沟通 看看他的态度 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结果 如果今天没有结果的话 我也希望您回去以后 还是要跟你哥哥好好地谈一次 然后争取能在不久的将来 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好吗 我觉得就说您说这个问题 那也这么长时间了 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还 我之前就跟您说过 我觉得还是每个人生活状态最重要 我觉得其实我什么都不关心 我第一关心 就是您跟我母亲 生活的不管是从经验下和物质上 就是能过得好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但是我觉得之所以达到这个 你还是您能跟我母亲在一块 是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保障 能够尝试的就是 就是听证别人怎么说 如果说每个人坚持自己的 那最终的结果 倒也未必是大团圆的结局 实实在在 很真实 您坚持您的态度 但是您的太太 她愿意做调整 愿意跟您去尝试 那么这 她已经有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也没有关系 也许 十天 二十天过后 会有一个小的变化 因为它改变了 不排除 你也会随着相应的 有一些调整 婚姻是爱的延续 更是一种责任的体现 既不应该沦为筹码 也不应该成为 互相伤害的手段 夫妻双方应当一起 克服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 共同享受 两个人努力的成果 我们也希望 马先生和程女士 认真审视内心 给彼此一份宽容和理解 在未来的生活中 早日找到幸福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